蟑螂就是我的天地 牠這麼小一隻喔 你躲在我後面 我就可以從牠的頭頂看到蟑螂 我越近來的時候 我很容易在脖子附近長 長草莓紅 等一下 草莓 不要再跟草莓了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圖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 屁腰 就太多人看我們的 就是會聽刻板印象 然後就想說 啊兔就是怎麼樣啦 狼就是怎麼樣啦 所以很多小盒子就是很愛猜說 啊你們一定是怎麼樣啦 這個一定是誰說的 對 我們今天就來 屁謠 我們要告訴大家真實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挑了幾件 一起來看 好 大家覺得你超萬能 其實事實上是如何呢 就是我可以包辦很多事情 我覺得我算是生活小達人 其實是生活大達人而已 但是就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還是我的罩門 蟑螂就是我的甜度 怕到不行 有一次 你跟我在外面 看她這樣的時候 我就很誇張的開始 咚咚咚的亂跳 然後因為我們平常都會走路 牽手 然後我在跳的時候 我就會用力的往下一甩 可是我不會放開它 我死都不放開你的手 可是我就是很害怕我就甩 你知道你手腕太扭到 我真的手腕太扭到 雖然你看起來很萬難 但是事實上你有一些 致命的落點 另外一個落點就是 掉落的頭髮 大家都知道女生長頭髮 洗澡的時候就是排水孔會有毛髮 我是完全沒有辦法處理 或者是吹完頭髮地上的落髮 我完全沒有辦法處理 不處理 離開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顯得我很像英雄 就是說遇到蟑螂的時候 牠這麼小一隻喔 我躲在我後面 我就可以從牠的頭頂看到蟑螂 至於蟑螂 我更怕牠在那邊跳來跳去 我真的很害怕 但牠打仗很帥 你看小小一個 這樣躲到我後面 然後會把蟑螂踢走 而且我就是瞄很準 技能就是把它蓋住 然後把它關起來 然後把它丟到外面去 然後頭髮就是牠的剪 牠會拿一個衛生紙這樣 把地板讓人全部都很乾淨 然後我就有乾淨的地板 然後你就會想說 欸你青頭髮很俐落欸 就有看過最俐落的家事了 牠其實也是會青頭髮 牠會這樣 拿一個夾子 我沒有辦法碰到牠 我覺得很可怕 你們認為狼其實 牠是有極大致命落點的吧 第二一點 戶吐很呆萌 與其說呆萌我覺得 不如說呆就好了 哈哈哈 我覺得就是大家會因為你 剛好被拍到的形象很呆 就會覺得你好像 這次都很呆這樣 對對對 然後腦袋都不會動這樣 對對對 但是扣除不小心 鏡頭都會拍到 自然反應自然呆 沒有在拍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 工作能力很強 欸有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請問我在認真做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都沒有被拍 因為大家也在跟我一起認真做事情 對對對 這很氣你知道嗎 而且它是 你認真做事我在拍打擾到你 然後你突然一個分心 沒有做好你就會罵我 我說我害你分心 欸 講到來 欸不是啦 欸 喂 重點是你工作能力 屁搖不是嗎 從她的公司就會知道 我覺得工作能力其實蠻強 我覺得我不差 但我覺得你比我更好 在工作的方面是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我覺得 你的空間概念很好 什麼是空間概念很好 因為我們最近是在裝潢 拍官一定有面板 面板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就這樣 它就會說 這個沒有至終 就我只要看一眼 我只要看到 就要說 它是怎麼看 它大概就是這樣 那個是歪的 它就是一撇過去 然後會仔細看說那個歪的 然後我就說 蛤 有嗎 很明顯的看不出來嗎 我覺得真的很仔細的看去 好像真的是歪的 我也不知道 我看不出來的東西 但它眼裡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就是其實 我很受不了人家 對女生有刻板印象 就是說你空間概念不好 你不知道這個東西 怎麼配置 它其實對於空間 那種模組 而且我就是很在意 第一我其實也不需要前情提要 那個模型其實已經箭在我腦袋裡 假如說這個東西會移動 這個東西會移動 它們會不會撞到 或是怎麼樣 我其實一下就知道 這個我要補充 你真的看一眼 這個會撞到 然後我就是要真的把它拉過去看 真的會撞到耶 他就說我知道 你不要再拉 趕快拉回來 快點 有時候對於一些很在意的事情 我超利的 就是旁邊人都會覺得 至少是離我遠一點 我剛剛說過刻板印象 其實還有一件事情 例如說忍露這件事情 就我很會忍露 可是很多人就會覺得我看起來很呆 就會覺得好像我隨便走一走 就會迷失字 我心裡想說 我超級知道自己在哪 就是你太知道所以你很放鬆 然後因為你很放鬆 別人看起來就是你不知道在亂走 對啊 這很奇怪的連結 點都是對的 但是串在一起串錯了 所謂的呆 是指 事情一發生當下 太多的資訊給他 他會沒辦法即時處理 所以他會冷住 但是你只要給他時間 他就會去整理 整理之後他會整理出非常清晰的一套裸體 然後把你砸的體悟完了 就是你不要讓我做好準備 來接下來要屁謠就是 狼看起來簡直像一個公主 但他竟然其實以前是個運動員 我們今天就好好分享運動員的故事 其實我高中的時候是手球家族的運動員 但其實我對太陽是有點過敏的 所謂的太陽過敏就是我照到太陽之後 我很容易就會泛紅會癢 你們覺得這樣合理嗎 我是個運動員 但是我就太陽過敏囉 高級一點的話 我就應該在室內的體育館運動 但是沒辦法 高中的時候比較辛苦一點 大家都要去曬太陽 所以我那時候過敏的 好 我要問問題 請問你是怎麼樣被老師發現你的運動潛能 你到底展現出了什麼 然後什麼時候被發現的 我覺得身高是一個優勢 我其實從小在班上 尤其女生來說都是前三名高的 這種高個子 只要協調性又好 很容易就是被體育老師抓去說 不然你參加什麼隊 我是這樣莫名其妙一個參加什麼隊 其實我就是不想升旗而已 其實我就是不想升旗 我那時候有問說 你怎麼會找我進去 我對她說 你看那個女生那個腳怎麼樣 她就是會運動 那個腳就是協調不太好 你看她跑步 你看她也真的協調不好之類的 我國中的時候 因為只是不想升旗 然後國中其實沒有 訓練那麼嚴重的情況下 其實還好 但是高中因為是家族 所以我每天訓練時間非常非常長 那時候太陽還很大 我曬到太陽的時候我就會紅 久一點 比如說我沒有辦法即時去處理 我皮膚接下來就會很乾 它就是會皺皺的 有時候會直接脫皮 我真的肌膚太脆弱了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有吃的可以從裡到外 再加上擦的東西 我覺得會比較好 像比如說有敏潤美元素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是會加強肌膚的水潤 這種吃的東西 其實最近我們就是吃了一陣子 然後我真的強烈覺得 有力到外的吃的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你可以想像你不用擦乳液 然後你皮膚就很好 或者是如果你吃了 然後讓皮膚很好 再加乳液的話 你皮膚會看起來有多好嗎 好啦 講到這個我們之前還沒吃 現在練 吃一個 哇哦 來一個乾杯 乾杯儀式 進變漂亮 卡 嗯 我覺得吃的東西很重要就是 口感跟味道 這個柚子的其實蠻好吃的 我一定要說 這是我吃過的真的是 已經是第一名 坦白說 這樣說有點誇張 但是我最一開始 知道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就說 我會對那種美容產品有一個印象 因為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買一些美容產品 然後我覺得吃進去都有一種味道 臭臭的味道 所以就是 然後為了漂亮 就要犧牲後味 可是這個不是 這個是我每天吃它的時候是會期待 吃下去很開心 就很像好吃的糖果 但是會變漂亮那一種 然後我偶爾 會配其他飲料 我會配紅茶跟綠茶 我跟你講 這一口超好喝 富榜你覺得這一款 OBIS 你論美人數吃起來 感覺怎麼樣 你吃多久有感 一周 其實一開始也依然想說 美容產品我就是 我就看 然後結果就發現皮膚變好 我自己是皮膚變好了 這裡然後我的大腿 肩膀會亮亮 肌膚會發光 哦 我自己感覺好像是 比較不容易會乾 像我是很容易嘴唇乾的人 對你這麼一說 我也是吃了大概一周之後 覺得 嘴唇好像不太容易乾 不太會就是有脫皮的狀況 感覺保濕度就 hold住的感覺 但是需要一點點耐心 每個人反應不一樣 像我們是要吃一周 我覺得每個女生 皮膚變好的地方也不一樣 來 接下來要辟謠就是 大家很常在我們youtube下面影片說 蜜蜜被種草莓了 這個脖子上那是什麼 其實是狼種草莓了嗎 我沒想到你們還有這種情趣 我也沒想到我的動作 這感覺聽起來像是 情侶之間的 親密情趣 然後其實實際上 是很殘酷的 那只是一顆痘痘 講他就覺得有點瞎瞎的 一開始可能真的有 稍微回覆說 哦那是痘痘 然後大家就笑笑待過 可是後來還是一直出現 正式告訴大家 所有 他脖子上 看起來像草莓的東西 都是痘痘 我月經來的時候 我很容易在脖子附近 長草莓 等一下 不要再跟草莓了 我很常在脖子附近長 很大顆的痘痘 這種痘痘是發炎的痘痘 哈囉 就是發炎的痘痘 然後我就要一直 勤快地處理它 好笑嗎 不是 其實你很可愛 你看你呆蒙又被記錄到 其實 所以其實啊 在月經期間 我都會準備一組 抗痘系列的產品 讓我這段時間 比較能夠去 對付我的痘痘們 然後我最近在用的就是 OBIS的 和和禁肌 其實我覺得這款產品 很不錯一點是 它是用比較溫和的方式 去處理痘痘 因為我們兩個人肌膚不一樣 它是有心肌 我就是肌膚超敏感 如果又遇到粉刺 或是偶爾長痘痘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很溫和地處理 其實效果還不錯 在對抗臉上的一些痘痘和粉刺 需要更溫和處理 過於黏膩跟厚重的保養品 都不適合 洗面乳洗完臉之後沒有刺激感 也因為綿密泡泡 可以減少肌膚的摩擦刺激 深入清潔毛孔帶走髒污 對於正處於敏感的皮膚來說 非常的舒適 和和禁肌組合有兩款 分別是水潤型跟清爽型 因為我們的膚質不同 所以狼就是用水潤型 兔兔就是用清爽型 第二步驟的化妝水保水力 對乾肌來說其實是蠻夠的 在洗完臉之後 可以讓肌膚吸收足夠的水分 我們習慣用手輕拍 而官方也推薦用化妝棉擦拭 或者是濕膚哦 清爽型的質地清爽 吸收快速 對油肌來說也沒有負擔 可以幫助舒緩正經肌膚 最後的保濕液也是非常清爽 不油膩 肌膚很敏感的時候也適合使用哦 兩款的質地不太一樣 水潤型是白色乳液質地 日潤保濕 清爽型是清透水凝露質地 清爽不黏膩 最後步驟使用 保濕液可以將化妝水補充的水分鎖住 提升肌膚修護力減少細溫 和汗禁激三步驟是 無酒精胡香料 油粉 整體的感受非常舒適不刺激 溫和抗痘也更穩定我們的膚況哦 夏天悶熱天氣使用這一組很清爽又能穩定膚況 重點是價錢不貴 CP值高 夫妻情侶小吃煮都適合 老婆你今天用完怎麼樣呢 其他東西真的蠻溫和抗痘的 其實我覺得你的肌膚很常都會有不一樣的 肌膚狀態 就是因應氣候啊 對 然後你偶爾其實會出現痘痘多的時候 舉例來說夏天 跟最近我們家在裝潢 可能會有一些粉塵 其實我的粉刺痘痘就是超多的 所以我現在其實就很需要這樣的抗痘產品 而且擦起來要舒適 抗痘的話如果可以更溫和的話 比較不容易有過敏洪洪反應 或者是皮屑的狀況 所以以抗痘溫和的產品來說的話 蠻推薦大家歐比斯的哦 接下來要辟謠就是 很多人很強說 狼一定是黑臉 狼看起來就很兇 狼以後一定是個虎嗎 我都承認 老娘就是兇 可是我唯一要澄清的一點是 有時候大家會關心我說 我在生氣嗎 或是我心情不好嗎 還是怎麼樣 我只是沒有笑 臉部放鬆的時候 看起來就非常兇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笑很廢體力 這樣講黃庭是一個運動員 那時候體能很好 然後卻因為一個微笑 覺得很廢體力 因為其實微笑是你要一直微笑 他不是說我只要笑一下就好了 微笑你知道整場笑 我就是想要放鬆的時候 就會不小心被看到 然後就會被關切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無奈 可是我覺得我對萬歲 其實有時候也是 我盡量不要太寵他 但有時候我還是覺得我太寵他 所以這件事情要辟謠的事情是 可能我才是那個虎嗎 以及我才是那個黑臉 我是覺得 我們都是但是 狀態不一樣 你不是絕對白臉 我也不是絕對黑臉 因為大家很喜歡猜測說 壞的一定都是我 對然後 好像 我一定是天使 不一定是這樣 就如同剛上面講的 就是你不要讓我發現 一個邏輯性的破綻 或是什麼的 我想一想回來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很值得申請 這一題就是 他不是覺得白臉 我也不是覺得黑臉 我們會交換的 接下來 大家很常覺得 就是我滿廢的 就每天就是在搞勝利需求 早上起來之後要活動一下 吃個早餐 然後要去睡午覺 他一吃完就想睡覺 然後起來之後再工作一下下 下午到晚餐之間他會再睡個 傍晚覺 他就會想吃個晚餐 活動一下 接下來他在 真正就寢之前的 那一段時間 有時候會睡個 晚覺 不會 這個好像不太會再睡了 會 你真是太小看了 真的嗎 然後一天又過了 欸不是你這樣講 就是我真的很廢啊 不是要屁謠嗎 聽起來 他的一天已經用完了對不對 我要跟大家說 他有個很寶貴的 POOPOOTIME 還是很廢啊 你今天有屁謠嗎 有啊 你對馬桶時間 雖然是一個小時以上 但是你這一個小時 你會妥善理由 你不是隨便滑手 它是我的me time 就是只有我自己的時間 然後你會去找一些 你有興趣的資訊讀 看各式各樣 關於這個主題的影片 用不同的角度去解釋 對 最後解釋完之後 他就會很開心 覺得我終於了解 這個人物的生平事蹟啦 或者是哪一個 事件的意思是什麼 他全面了解之後 他就會跑來跟我說 不管我在睡覺 我跟你說 我知性在研究無淡 他講了什麼什麼 有一個理論 怎麼樣怎麼樣的 好吧 你先睡 我明天再跟你說 接下來把這整件事情 全部講完之後 他滿足了 然後我就會忘記 他就徹底忘記 大家就會開始覺得 我很笨 什麼都不知道 沒什麼知識 沒有什麼嘗試 但是很神奇喔 因為他講的東西 我會聽進去 他就像是我的 參考書 就是知識補充機 濃縮版的 所以有些東西 我知道之後 我遇到這個事情 我就說 欸你知道是不是說那個誰誰誰 有講過這樣的理論 然後他就會突然喚起記憶 當初跟我講的是什麼東西 他就要再講一次 即便我都已經聽過 他還是要再講一次 然後他講完一圈之後 他就又忘記了 我們就這樣 一直在這樣的習慣 我就會補充到 各式各樣的知識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不知道有沒有 闢謠到呢 有沒有破除大家 對我們的既定印象 那今天影片中 提到OBIS系列產品啊 他們新客有優惠 我們就把資訊放在影片下方 下方 就是限輪 大家記得點開看看喔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 對我們刻板印象 或什麼的 先告訴我們好不好 你覺得兔兔就是怎樣 或狼就是怎樣 或者是 你有覺得我們有闢謠到 拜託就是讓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有沒有產生一些 化學作用 好不好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小朋友說拜拜 拜拜